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吴宏盟副市长 当然在这里要介绍这个两大展一大会幕后最重要的推手安逸集团总裁 图建国图总裁 同时我们欢迎到是行政院卫生福利部的护理及健康肇护司副市长蔡宜副市长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高雄办事处赖国新处长 诺贝尔奖的得奖大师Mr.Thomasi Kudolf 同时再一次的欢迎到我们诺贝尔奖的得奖大师Mr.Erwin Neer 同时我们要欢迎到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进发局曾文生局长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姚宇静局长 非常重要的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和启工局长 白澳泰集团的梅小丹董事长 Mr.May Let's walk home 高雄医学大学的刘锦宽校长 韩国聚朋集团的白荣基会长 台湾医疗技生技器材工业同业工会黄契宗理事长 中华民国医疗技材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赖药园理事长 中华行动安全照顾协会郭外天理事长 同时欢迎到社团法人台湾长期照顾发展协会全国联合会许汉松副理事长 我们欢迎 在这里同时欢迎到是中华民国际会议商业同业工会的魏光勋理事长 我们欢迎理事长 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吴立成副指引长 日本奥巴勒技协会伊东洪泰会长 高雄县医疗器材商业同业工会肖德兴理事长 美国在台协会哈国瑞商务组长 高雄美国商会President John Stevenson 同时欢迎到是澳洲办事处徐佩夷处长 宽舍兰贸易纪投资办事处Mr.Marie Davis 荷兰贸易纪投资办事处Mr.Gate Wittich 同时欢迎到是高雄市议 两大展一大会幕后最重要的推手 安逸集团的图建国图总裁 来为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欢迎兔总裁 最敬爱的陈市长 我们卫福部的蔡富市长 金居部国贸局的赖处长 我们的诺贝尔得奖 还有我们金发局局长 我们金发局真局长 我们社会局的姚局长 我们卫生局的德局长 以及所有在座贵宾 包括我们来自海外的 我们韩国巨棚集团的白荣基会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好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各位 光临我们高雄展览馆 参加油 台湾UniPlan安逸集团 和我们新加坡Interpharma集团 共同举办的第一届 2015年亚洲抗灵照顾 和亚洲乐灵智慧生活展览会的开幕典礼 今天早上 我们已经展开序幕的 与白荣泰集团 共同合作的第三届世界健康大会 以两展一会来打造出我们台湾高雄市 第一个银法产业的交流合作平台 也是重要的展示会 也是重要的国际医疗大会 在此呢 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 卫生服务部和我们的积极部的国际 国际贸易局的大力支持 以及指导 让我们这个展览会能够在台湾 在高雄 及全球的快速迈向高零化的关键时刻 顺利的展出 同时呢 也有来自42个国家的学者专家 来报名发表他们的专业论文 同时我们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产品 以及高科技解决方案的专家齐聚一堂 共同为台湾的银法产业的发展 以及我们高雄市的会展产业的国际化 来卸下新的一页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支持 我同时呢 也感谢各位来 为我们第一届的2015年 亚洲抗林照护展览会 乐林智慧展览会 及第三次世界健康大会 作为最佳的见证 感谢各位的立临 我在这边也要祝所有我们的参展者 所有我们的会议的参与者 大家能够享受这三天的时间 在我们台湾最别的城市高雄市 留下最美好的欢迎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土建国总裁 那么就如同刚刚总裁所说的 一个展规的成功 它不是只有这个内部的资源 外部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今天的讲会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来自新加坡 非常大的集团 Interfarma的集团 来就为我们来举办 这么大型的展会 在这里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The President of Interfarma Mr. Thomas Who do you have to be worse with 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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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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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家庭、社会的尊敬 年轻人的活动会生活更长的生活 这也意味着比较少靠近年轻人的社会 所以我希望我不需要靠近我的孩子 那些朋友在新加坡说那你很独立 最后来到新加坡回到新加坡了 来到新加坡开展演出题 非常独立的 因为我想我们要靠近年轻人的生活 您建立健康体育成绩的生命 而且您可以不在健康体育成绩 我相信明显病亚是一个解决机的解决 让我们可以解决于一个伴障的拥有联络 我们就不只向政府处理救救救助 但我们需要帮我们自己的拥有 当然政府也需要到每个人的拥有 所謂的責任的責任 所謂的責任 所謂的責任 在台灣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移動 從來往往 提供了 責任的責任 責任 現在 現在 新的責任 STAR 這些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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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ة 258 exhibitions in the last 40 years and in taiwan i'm fortunate to have a younger long time friend like me to to believe in the vision to co-invest with me to develop these shows and our vision is for elder care geriatric care in kaohsiung to be a regular event promoting it as a regional event for both the elder care industry and promoting my international in kaohsiung i would like to end by saluting all of you the pioneer exhibitors and supporters for making today's event possibl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mr thomas koo刚刚有跟我们分享到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台湾办一个 这样的展览会但是他相信虽然他已经这个年纪77岁了但他非常坚信 只要我们的这个银法族随时保持活力相信自己可以在我们这个台湾政府 这么完整的take care跟照顾之下呢我们这个未来展业会未来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年轻人的压力会越来越小因为呢我们的银法族自己就已经非常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这确实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指标跟目标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到我们行政院卫生福利部物理及健康照顾司的 陈寅副司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我副司长 嗨 陈寅副司长 陈寅副司长以及邱冬副司长还有银法维生局跟社会局的局长 两位所有的市府的同仁其实远道而来的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好 我相信其实有这个机会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开幕式 那其实部长是非常交代说整个抗瘾的部分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 那每次听到卫生福利部呢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脸上就只写了长期照顾体系这一块 可是其实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对高龄人口的全方位的照顾是我们这个国家政策重要的一个方针 那长照体系其实照顾到的是百分之十五有失能的一个人口 那他比较需要专业的协助 那他比较需要专业的协助 那高雄市在我们十二县市里头是一个领头羊 其实在卫生局和局长跟同仁的努力之下 其实一百二十个据点在一年之内就整个完成 而且很有创意的是我们在远区健康良策的据点上面 其实高雄市非常有创意的是在很多的庙会 有一些宗教的场所其实老人将会到达的一个据点去设置相关的据点 那跟其实我们今天赋予的任务就是希望谢谢陈市长跟卫生局跟社会局的同仁 在把我们长照体系跟健康热灵的相关的政策推展得这么好 站在领头羊的角色也希望未来的部分其实可以继续推展 那谢谢图董事长 其实他有会议跟第一个展览跟健康大会是选择在高雄市 那也谢谢所有的各国的远道而来的嘉宾 然后参加这个热灵的产业的推展 其实刚刚主织人已经提到说整个健康产业的规模 其实是甚至大于整个全民健保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也希望在友善的高零环境 跟友善高零城市的一个设置之下 在城市长的领导之下 其实把高雄市变成一个友善高零的一个城市跟环境 然后作为所有22线市全台湾的整个一个典范 那谢谢远道而来 我其实非常压抑今天这么多国家的贵宾远道而来 那希望大家 因为这几天台湾其实气候是变化比较大 所以请大家保持健康 然后去享受高雄的一个阳光风景跟美食 谢谢大家 希望大卫成功 谢谢 我们谢谢副司长 那么在接下来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卫生照顾 在这个国际观之外 另外到底这个银法产业 跟我们的国际贸易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现在用这一类掌声来欢迎到我们经济部 国贸局高雄办事处赖博新处长 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欢迎处长 陈市长以及各位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代表国际贸易局来参加这个抗瘾跟热磷的 还有一个健康大会的展览 那陈子主持人还有刚刚副司长所讲的 其实我们看统计数字 是台湾在民国八十多年已经进入了老人的社会 那以去年来讲 超过六十五岁年龄的人 是两百八十万人 占我们百分之十二 十年后 我们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 是四百七十万人 占我们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说 老年这一块的 需要政府去照顾 需要产力来辅导 需要产力一起来发展 那个人也需要去照顾好自己 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 甚至对社会有所贡献 那在某些宗教来讲说 老是人生的八苦之一 但是我们在瓦陆赛有看到有些比较浪漫的讲法是说 跟我们的伴侣 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变老 所以老 反而是一种幸福 反而是一种幸福 那老怎么样是一种幸福 可能是一种需要 如果是一种需要 那就会有商机 刚才主持人有报告 有多大的商机来做 那这个商机要怎么样去展现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 那国际贸易局担负这个 这样国际贸易 希望各国还有国内产业 有一个平台就在当館 大家可以观摩 以消费者来讲 可能我不只有家来 也必须要来使用这些东西 不管是健康食品 或者其他的需要的 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些东西可以用 譬如说买一个指甲刀 开始老发言的时候 现在有放大劲的指甲刀 我就可以买啊 可以大一点的指甲 大家可以买 所以这些只要有需要就有商机 但是厂商机生产队中 消费者怎么知道有这个需要 我有哪些东西 不管是旅行 意乐 我有哪些东西可以用 我就才知道我去买 我现在可能不需要 但是我要知道 我什么东西可以买 什么东西可以买 那这一个平台 我们非常感谢土董事长 谢谢陈市长 能支持这个展览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有哪些东西 好用的东西可以用 不管我们亲朋好友 也许我们想到了 它可以用 有需要就有商机 我们希望是说 政府推展这个政策 还有产业能够加入这个政策 这个整个链能够串联起来 让这个多赢的局面 能够继续的滚动 让产业能够赚钱 政府政策能够推着顺利 让个人的健康 在布置老年的时候 他可以生活得更愉快 不要造成个人 或者是你的亲人的负担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今天也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 那也看到这么多人来 也非常觉得说 大家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产业 最后敬祝大家身心健康 事业顺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处长 那我们刚刚听到 所有的这个长官会复在这次的时候 有一定提到 我们高雄市政府 其实像是位于一个 领头羊的这个姿态 不仅在产业的发展 同时在银板的照顾上面 更是非常的面面俱到 所以话不多说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高雄市政府 陈居城市长 来为我们说一句话 欢迎陈市长 谢谢 谢谢 行政业卫生福利部 我们蔡副市长 经济部国贸局高手办事处 我们赖处长 行政业南部服务处 吴立成吴户执行长 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土董市长 还有安逸集团普通市长 高雄医学大学刘校长 还有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今天来了很多人 我们的吴户市长 相关局处的局长都到 还有今天来自不同国家的 贵宾代表 还有很多学者 高雄市政府很高兴 看到世界健康大会 我们刘校长等等 大家的努力 未来的三年 都是要先定在高雄来办理 今年还特别搭配 我们亚洲抗林造户产业展 还有亚洲热林智慧生活展 能够盛大的举办 来打造我们高雄成为亚洲最大 营华产业行销的平台 高雄市政府一直自我取识 希望高雄是一个对资深公民 我们这些营华长辈最友善的城市 我们希望大家对高雄的认识 是这个城市对长辈老人非常友善 对弱势里面武力都非常友善 所以我想我们很高兴今天 高雄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英华产业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展览 那我要跟在场各位贵宾报告 高雄市的人口将近278万 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大概有34万6千多人 在我们高雄市人口将近12.4% 那老人的人口是每年用16000多人 非常速度很快 一直都在增加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少子化高龄化的问题 从整个社区老人关怀据点 对行动非常不便的长辈 还有我们结合的居家服务 日间的照顾 还有长期照顾的机构 都是为了实现让高雄市所有的市民 能够有一个梦想在地老化 能够在地能够慢慢的老 能够很有尊严的话 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未来市政府也会积极来辅导医疗院所 我们来争取跟中央的合作 也希望中央能够重视南台湾 那么多高零的人口 我们希望能够设置整个社区化的长期照顾 的这样的一个照顾祭典 现在高雄市社区的照顾祭典 我们希望高雄市有38区 每一区都能够有这样的照顾祭典 我们跟庙宇各个宗教团体合作 那我们大概现在有195个祭典 我们希望长期照顾的资源 能够更加完善 那这一次的亚洲热林智慧生活展 那高雄市政府我们结合了社会局卫生级 金花级三个集处 我们也设置了高雄馆 展出相关的府具 居家健康生活的器材 希望能够给参观的民众了解 市政府对于云华照顾的服务 演技照顾还有安养服务等等 让所有高雄市所有的长辈 是非常的安定 没有口慌 让他们知道高雄市的目标 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地安心 非常稳定健康尊严的老化 所以我们期盼今天这样的展览 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也要希望全台湾 所有的这些老人 都是健康尊严 欢喜吃饭子 也感谢今天所有的贵宾 欢迎大家来高雄 谢谢大家 Rola 多谢 谢谢 我们谢谢市长 再次的感谢市长 那么我们刚刚市长提到 其实在高雄市政府 现在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针对影法族的这个照顾 不管是在据点的服务上面 亦或是说在结合 甚至在这个捷庆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庙宇的部分 来给我们所有的影法族 最好最好的照顾 跟最...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赖国新高雄办事处的处长 以及我们的诺贝尔奖大师 来请Welcome Mr. Thomas C. Sutto Please 的动作了 好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让媒体来捕捉第一次画面 所以我们先看我们正解放媒体 好我们看正中间的媒体朋友 Please see the camera first 好我们先 3 2 1 Please come to the ribbon 同时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 我们的2015亚洲抗灵照顾展 以及我们的热灵展 以及我们的热灵展 以及我们的健康大会正式开始 hem you very much and please remain on your scene 請看中間